但我有发现你其实不完全是懒 你是因为效率的问题 你就是一个好像很赶时间的女孩 什么东西都一秒上庄很快很快 你把那些时间都赶下来要干嘛 可能我就听听歌可以多学了一首歌呀 然后多配了一个音啊 就自己的爱好兴趣这样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不断的 要在直播时间里面提供内容 不能说我每天都说一样的话 或者每天都秀一样的才华 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对不对 对 那你刚刚说配音是指什么配音 因为我还蛮喜欢配音的 之前配过白雪公主啊 千语千询 然后还有就是海绵宝宝 在直播的时候 给配过不同状态的皮卡丘是不是 啊 配过 皮卡丘的一百个面孔 烦恼的皮卡丘 皮卡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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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交分啊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小段这个海绵宝宝的片段 让我们逢天幕来配配音好不好 加油啊 来 哎 鞋老闆 你准备好去参加派对了吗 我准备好去参加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吗 我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吗 我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吗 阿喜老板 我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吗 海面宝宝 好好好 我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吗 派大西 我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吗 我准备好去三家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参加派对了吗 闭嘴你们闭嘴 你太让我尴尬了爸爸 怎么会有一段配音 这么没有营养 又这么的好看 只有一句台词 你准备好去参加派对了吗 我准备好去参加派对了 你准备好去参加派对了 没有组织的派对 只能变成一场灾难 他那个三个声音很接近 但是又很有区别 觉得你可以在这方面发展一下 确实是蛮厉害的